还是在到了 这就是单号或双号 我们要不能 根本走不动 这边真可怕 外面时间太冷了 不想出去再等等 外面太冷 零下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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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帮我送过去 你接进去 就在夜冷 完了 妈 好 今天在动车上 沿途我就看着窗外的景 看着灰蒙蒙的天气 甚至到 那个 几乎已经不是城市 中站的庄稼地 郊区 我原来看着那一层一层的雾 那些树 一排一排的 越要远的越看不清楚 我觉得挺严重的 然后呢我掏出手机 查了一下这个手机的天气软件 他上面说 我在那个地方 空气质量是优良 还不错 但那个时候我就看着那个天空 真的内心很复杂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很多选择呢是卑鄙无奈做出来的 很多都是 OK这个拿下来换回来了 现在A9呢 第六次被修好了 希望 别再坏 现在呢我还有一个时间可以自由活动一下 然后之后呢要坐下午的车 直接再返回我来的地方 再回到家里休息 几个小时 我还是说让你往前走了 没事 正好咱们正上可以左拐 谢谢 我现在呢在台湾理工大学的虎一校区 也是我曾经上过课 跑过步 打过篮球 然后还捉迷藏的地方 这个学校呢对我来说 蛮有感情的 但我从来没有说从上面看一看 这座城市 这边楼啊真的是盖的非常非常高 是一个很现代的省会城市 这次来呢也是目标之一啊 给大家看一下美丽的龙城 但是只限于这一块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是最重要的 2点40多49 差不多 开到这15分钟差不多过去 行 让我走了 下废就回来 他搞航拍的 你过来要有那个啥来 你给人家介绍 国内有强 打探时间 忙了一天 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奇葩的事情 我来到车站着急忙慌赶车 还有几分钟开车 我发现我进不了站 回来发现呢 我买的票 回升票不是今天 买成了后天的 所以刚才呢 我又火速买了一张现在的 退了后天的票 但是现在的票呢 还在出票中 还进不去 而且他出票时间要等待 等待至少27分钟 27分钟 火车已经开了 没有抢账票 又买了一个稍微晚点的这个列车回去 所以现在在找个地上溜达溜达 要不然在车站里 无聊死 那谁撞谁呀 撞谁撞谁 出租车也帮忙 哎 出租车真的 干不了活儿 今天明天很好 那假如这出租车撞了 你们是怎么办 比如说是对方的责任 你们赔吗 你们赔吗 对对方的责任 对 对方的责任 你对方赔一点 对 但是你这个 这一天不能运营了 你不是还有损失吗 这个的命案处 麻烦在那里 哎 反正就是最好别沾着事 哎 好赌啊现在 哎呀 沾着两个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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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争执 看来好像是出租车被追尾了 嗯 哎呀 看来好像是出租车被追尾了 没有没有出租车 对出租车后边后边 对对对对 那两个那个车的超车 是 哎 哎 反正是 今天一天呢就跑来跑去了 现在嗓子又不行了 虽然这次呢在太原停的时间 时间真的非常短 但是依旧我在学校里走了一圈 我觉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哇 现在看到这个报纸这种形式 挺怀旧的 ok 啊今天的装箱呢是史上最大的一次 又要带走很多这个器材 所以忙到现在现在已经是晚上这个十点半了 然后我们从这个九点钟开始装 从一个箱子装满之后呢装到第二个箱子 嗯 一眨眼的工作呢 又快到深夜了 然后刚才跟老妈在这边 应该是 这个装箱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 忙活了两三个小时才把东西慢慢的装好 那这次装东西真的很多 嗯 嗯 不用说很全面 真的是 嗯 想到能带了就带过去 就有点像要把国内这个工作室呢 慢慢的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今天 就是最近几些天 甚至是包括最近几年呢 一直重复的一件事情 就是 嗯 比如说维修相机 那维修相机的过程呢 是这样 我需要从我住的地方 就是山西林坟 坐动车呢到山西省太原 那我认识那个人在太原 那彼此相互真比较熟悉 所以我经常要去 那 去的方式呢 就是坐高铁或者坐动车 那一般来说我喜欢 坐在窗户旁边 我喜欢看看窗外的景 因为我觉得 当任何一个人心情变得 有点浮躁 或者说性情情绪一般的时候呢 看看美景呢 是可以调节这个人的心情 可是 每当到了这个 冬季啊 或者说 夏季 就会隐隐约的感觉到 从这个方向 就从我们家这个方向 到那个方向 但是外面的那个景色呢 它不会给你美的感觉 它经常会给你一些 非常压抑的气氛 反而让情绪 哎 就感觉越来越低落了 其实这个事情 在2017年11月11号 回来的时候呢 就那天的事情 也就是很多网络上 开始攻击我 那个时候 我已经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情绪 就是 我觉得我们现在 每当到了一定季节的时候 那 我们生活的这个 环境 可能会对我们身体 造成挺大的伤害呢 那并不是每一个呢 身体都非常好 包括我因为长期工作 我身体本身来说 在体质方面是比较弱的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会经常就像现在一样 大家听我的声音又哑了 是不是 那 从那个 其他地方一回来 总是 重复同样的事情 就是一回来就生病 然后 一直如此啊 我后来问了一下 其实这些事情 并不是我一个人发生的 也并不是说 我真的就是身体抵抗力 有那么差 但相对来说 确实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就今天吧 今天我在太原打出租 打了好几次嘛 然后就 我有意无意的回问一下 我说 哎 这边这个空气环境 这个生活环境 大家能适应吗 他说哎呀 这边确实还是空气很糟糕 其实几乎每一个人 都会跟我说 这个很糟糕 那没有一个人说 还不错 还OK 那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 没有办法改 那其实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在 我听说这个词的时候 比如说雾霾这个词 是在2013年之后 后来出国之后 生活了几年再回来 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抵抗力的 很恐怖的 这件事情 我们说到这个工作室的 一个迁移过程 那其实很难 因为现在 我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 因为要各地取景 很多地方要跑来跑去的 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地方 那现在就是 就是经常要回国参加一些活动 有的时候 我特别想去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又有一个地方 然后朋友邀请我说 去能不能去跟他们玩吗 就是我需要不停地走动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过多的在家里停留的话呢 可能我的视频内容创作会有点局限 再包括呢 这个环境其实说实话 在家里的工作室呢 其实比较影响家里的生活 就好比我们现在 现在是冬天嘛 我现在为了搭这个灯 然后这个整个窗台呢 是没有办法把它给 合上的 那这是导致晚上呢 就是外面的冷空气啊 很冷 它就会进来 那里面少了一层 就是明天晚上睡觉会影响 那我又不能说 每次用完了我把它拆掉 然后再把它合上 这样不太现实 所以后来想到 既然 每一年我花的时间 在国内工作室这么少的话 那我会觉得 这些东西放在这边 真的是有点 慢慢的就腐蚀掉了 就有这种感觉 那后来其实看到 很多科技公司啊 很多工作室呢 他们安排在我们中国的 南方的一些城市 后来我也想过 那我要不要去南方 去生活一段时间 但后来发现 其实 在国内生活的这些年 或者这些天呢 我会觉得 它生活是很便利 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好 但唯独有一点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挑战比较大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能不能适应这种氛围 我觉得 如果按照生活节奏来说 如果搬到南方城市的话 它的节奏 其实相当来说比较快 对我这种 性格的人来讲 其实并不占优势 是 那后来这些天 我就在跟家人商量 我说要不要就是 慢慢的把这工作室给迁移到 那比如说加拿大 或者说美国 其实美国也有一个 但是 那个我觉得还不是很专业 毕竟我现在住这个地方 就租住的 然后它旁边是靠大街的 然后生意比较吵 所以这次我主要目的就是 如果说 有可能的话 我把工作室迁移到身上 就放在箱子里 那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呢 相对来说 有一个半专业的工作环境 那好比说我去 任何一个国家也好 任何一个城市也好 进到任何一个宾馆 我可以把一个桌子 变成一个工作室 我在想这样的工作条件呢 将还会维持一段时间 毕竟因为这个生活方式 已经在这几年当中 我觉得已经定下来是这种调调 这种节奏 就在我走不动之前 我还是特别想去跑一跑的 所以今天呢 就把一些东西就收拾在那边 那有些人问我 那你为什么不能在家好好待着呢 其实就说到今天我们这个 一直想聊到这个事情 从13年开始知道 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差 就是我们这边啊 并不是全中国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尤其我们这些城市 比如山西啊河北啊这边 它其实比较严重 但我家又在这边 但如果我在这边待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 个人健康并没有太大的好处 因为我是需要每天都要忙碌的 所以我觉得为了 规划的更长久一点 那说的直白呢 就活的再久一点 我觉得有必要呢 把自己更多的这个时间 放在一个相对来说 生存环境更好一些的地方 那我并不是说我们家这边就 我没有办法生存 我只是觉得比较难 而且是挺难的 尤其是每次再回来 比如说从太原回来 或者说我从这边去太原 除了一路上的景以外呢 我每次从动车高铁里出来 一瞬间那个刺鼻的 空气中那个弥漫的 这个焦炭味道 我真的是觉得 可能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依旧会有很多人说 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的 可是呢 我也等了很多年了 我真的是等了太久了 等了太久 我觉得时间真的不多了 不能说等那么久 所以未来的时间呢 大家可能会看到我 更多的时间呢 并不是在家里陪着家里人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选择 有些人可能说到这边 你不陪家里人不尽孝什么的 尽孝可以 但是另外我面对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还需要生存 对不对 要是每天在家待着 陪着家里人 你可以真的说 事业突飞猛进 身体又安然无恙的话 我愿意 但现在呢 我要顾向我身体的健康的问题 同时呢 我要让家里的经济越来越好 毕竟我是现在全家的支柱 我还不能倒下 所以最近这些天 这些事情很困扰我 因为你 总是需要去做一个选择 总是需要去做一个选择的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从明天开始呢 将会踏上长期的旅程 至于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还没有定好 但如果说 有事情 那我就回来 又是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事情 我希望 家里人健健康康的 当然呢 我会在任何突发的解析情况下 我一定会马上回来 这一定不用说 所以更多时间 我希望 把心思放在 工作上 然后放在事业上 同时呢 放在自己的身体 健康上 然后呢 希望把这些东西都写掉好 未来有一天真的是 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的同时 让家里人生活的越来越棒 但是有些东西 当那个时间过去了之后 你试图想把它扭掌过来 但是 你会发现 那根本就不可能 你得承认 有些事情你再也做不到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 生活还要继续 对吧 加油 我们彼此都加油 好了我们 明天接着聊 现在我 开始忙今天的工作 然后 说再听一点 今天我预计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最多 拜拜 在一起 我们的工作 都很快 看我 没人 今晚 做一点 你 ロ个人